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6月19号星期三 今天还讲卢契元 卢契元在2024年的5月24号讲了一期 就是说三流逆变以大宗暴动 我觉得是这样 反正他讲他三月 他对今年的有一个预言 对不对 我们后面我们尽量的跟踪一下 如果我能找到他的视频 他现在视频不知道他在哪发 你知道吧 经常有谁找不到 如果能找到的话 我们就跟踪一下他今年 看看他今年的这个预测怎么样 他最后是如何打脸的 看一下看一下 不管怎么办 咱们看一下 我跟个小伙伴我也说 我说卢契元 反正提提建议一般都不太好 但是问题他基本上能找到 所以我觉得给我们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三流逆变 它两个主题 一个叫三流逆变 一个叫大宗暴动 那三流是哪三流呢 就是资本的 流向 流量 流速 他认为这个呢 其实上已经变 有一个逆向的一个变化啊 那以前的这个资本 尤其是美元资本 它的这个流量 流速 这个 流向 流量 流速 沾到嘴啊 这三个呢 都是向着美国的 知道吗 是对美国有好处的 但是现在来讲 变得都对美国都没有好处了 他说这么说 你看首先来讲啊 就是说美国呢 在吸纳全球流入美元的 对不对 因为它美元的十一轮升息 升息之后呢 就一收 货币就收紧嘛 所有的货币就开始向美国呢 向美国呢 流入 就开始回来了啊 但是呢 这个里边呢 它在吸纳的时候有个极限值 这个极限值是什么呢 现在表达为呢 美联储巨额的一个亏损 因为美联储它现在用隔夜拆借呢 把这些钱弄在中 算是空转 对不对 空转的话它要给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利息的 它用非常高的利息呢 把它们收回来 对不对 那这时候美联储就要赔钱给他们 每天每天都要给他们结账 那顶峰的时候呢 差不多有2.4万亿美元呢 就在美联储的隔夜拆借里面滚着 你知道吗 但是每一天都要给他们这个发利息 那利息还很高 今天现在利率很高嘛 对不对 那么亏损国呢 现在是千亿级别的 已经亏了1000多亿美元了 啊 那么这个级别就太大了 就美联储估计也扛不住 这时间长了 每天出去 最后也得出问题 那这一点 就是说到了极限之后呢 就收不住 这钱总要放出去的 那天一放的话 这钱可能就会离开美国了 因为在美国找不到资产去承接这些钱 就离开美国 那这个流向呢 就不是向美国的 而是向美国外边的 这流向就改变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呢 非美元的替代啊 就是中国手脑见面嘛 这个普京不是新当选 来了中国一趟吗 见到习近平啊 见到习近平之后呢 反正谈来谈去吧 其实就一件事 就是使用人民币呢 来完成交易 使用人民币交易 不要用美元了 那最近这两天呢 他在这五月份吧 在三十六月份的消息呢 现在最近这几天呢 这个俄罗斯那边公布了 就是说以后彻底不用美元和务员了 彻底不用了 那不用的话呢 那很多东西都要换成人民币 因为他对外很多交流的时候呢 他自己的这个卢布呢 很多人也不愿意要 不愿意要呢 就只能换人民币了 那这样等于中国呢 就开始了以后尽量的入人民币 去做这个交易了啊 然后呢 跟伊党呢 又签了一个25年的合约 说白了呢 还是呢 剔除美元 使用人民币结算啊 那东盟十国呢 现在扣了菲律宾啊 菲律宾现在就跟中国顶牛啊 扣了菲律宾之外呢 其他形成了东盟的整体协商的协议呢 仍然呢 就是说呢 所谓的货币互换 实际上呢 还是以人民币呢 作为交易基础啊 然后呢 沙特来北京谈的这个价值5000亿美元 这基建项目 当然我们也说了嘛 这个东西呢 到最后呢也是这样的 找中国的基建部队呢 去去做啊 那计价是按美元计价 但是结算的入人民币 你懂吧 就是中国贷款给他啊 他拿这钱 但这钱不给他 这钱直接给了中国的基建公司 然后基建公司呢 过去呢 去这个干活 干活之后呢 沙特呢 卖给中国这个原油的时候呢 入人民币 等于也不需要入人民币结了 就按美元计价 然后最后呢 我应该给多少人民币 我也不给你了 我就直接给我银行还钱了 你明白吗 就这样子 那这个最后呢 实际上说到底的呢 其实还是货币互换 也是呢在剔除美元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最近不就有传言 说什么沙特中子 我说其实唐弗尚中子协议 只不过沙特加入了中国的这个 就是我们数字货币的这个银行嘛 那加入这个 然后再加上有这个5000亿的这个基建项目呢 等于那么也就是说日后呢 沙特和中国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用人民币结算的 整体上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整体上这么一个情况的话呢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中国现在是这个 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而且呢也应该是沙特 现在买沙特石油的话呢 中国是第一大国 买上要买的石油买的最多 所以呢这样来讲的话呢 这个其实比例是非常高的 这点也要注意到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流速下降 流速下降什么呢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美联储呢现在巨额亏损 为什么 就是在空转啊 空转的话你看它再转 对不对 但实际上是没有速度的 没有速度 就停摆了等于 你知道吧 就空转了啊 那流速下降第二部分什么呢 就是本应该构成资本积累率的那部分的股东收益呢 没有构成的资本积累率 就是说呢 美国因为现在资金回笼吧 导致很多美国公司 你看起来好像很挣钱 对不对 从数字上很好看 然后美国股市也在涨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们没有像华为一样呢 把这个钱投在呢 这个科研上 他们把钱干什么呢 他们学联想 哈哈 在进行呢 对自己的股票呢进行回购 回购之后呢 自己股票不是涨起来了吗 是吧 显示自己呢这个市值很高 涨起来之后呢 就开始分红啊 然后提高的工资待遇啊 股东分红啊 那股票回购呢 导致美国股市上呢 七朵金花价格上涨 就七个这个市值现在特别高嘛 都是这个 上次我看了 说什么 就都是上万亿的 好像现在有七个 都是上万亿规模的这个 然后最多的可能到了三万亿啊 这个 但是这个都是吹泡子吹起来的 就是说十一段升期嘛 整个资金回笼之后 吹泡子吹起来了 是吧 那么不管怎么办吧 使得管理层或者股东呢 获得了更高的收益啊 但是呢 资本流转的速度呢 就在迅速下降 因为你这样子 它就不流转了嘛 大家分了 都进自己公司吃掉它了 没有呢去搞这个研发或投资什么的 都是给自己股票回购了啊 然后大家又分红了啊 那么 所以说呢 就是说流向的改变 流量的变化这些 都不如流速急剧下降来了恐怖 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速度之后呢 你这大大笔的资金 都在这空转 你懂吗 所以这个来讲的事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啊 所以呢 这个三流呢都在这个逆转 就流向流量 流速在逆转啊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全球其他经济一起开始不配合美国了 如果配合的话呢 不是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这个呢 他认为呢也是美国自己有问题 美国在处理资本方面呢 就没有道义可言 你看你对俄罗斯可以说下死手 对中国呢也下死手 但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呢 美国现在对盟友呢 一样呢 下的非常重的手 导致呢 所有人都开始呢 采取了防御性的这个措施 那中东以前比较相信人 美国现在也不信任了 你包括日本 日本这一次这个货币对美国贬了这么多 对吧 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这种伤害 然后你看他说香港啊 从2019年的黑衣风暴开始 到后来又有疫情 前后的五年 这五年时间里呢 香港资本呢 一直是向外多向内少 大量呢是资本流出的 但是呢 你看从今年4月开始 明确的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回流 很多资金回来了 而且很多当时这个移民出现 香港人外面也哭鼻子吧 也不行也回来了 资金也回来了 人也回来了啊 因为呢在海外呢有极高的风险 就美国人吓得太狠 导致很多人呢 你看中国现在的富豪都不敢移民美国 都宁愿去新加坡也不敢去美国 当然有时候觉得香港也不安全 对不对 那现在能回来都在往回走 随后呢跟进的呢 很有可能就是中东地区 中东地区回来中国投资 他们就觉得现在钱多发展员 这个不合适 来中国投资 然后还有东盟地区大量的资金 都会向中国移动 啊 所以呢差不多这个趋势呢 已经改变了 流向呢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了 就按理说 以前以前进美国的 现在以前开始往中国走啊 那么现在非西方国家呢 都在采与采取呢 与中国进行呢 货币互换的这种方式 来完成的美元替代 那中国伊朗呢是摆明了 摆明了就是用这个人民币了 那中国俄罗斯呢 肯定也是摆明了 就是用这个人民币了 那中国和中东呢 虽然说了一个借口话理由 但实际上也是摆明了 就是用人民币了 中国和东盟呢也几乎是摆明了 那他认为啊 他比较乐观 他认为很快就会看到中日 中韩 中印 恐怕后面都要用人民币 这个日本和印度呢 是真的是被俄罗斯逼的 可能是没办法 那这个韩国呢 我就不好说了 韩国还是比较勤美的 现在已经心愿 所以这个韩国呢 我不太看好 但日本和印度是没辙 印度要跟俄罗斯搞这个石油生意嘛 对不对 那不用人民币的话 别人又用不了 然后卢比呢是废纸 是擦屁股纸 卢布呢他又不愿意要 所以呢最后估计 没办法被俄罗斯逼的 也只能用这个人民币了 日本呢也是 日本人也被俄罗斯逼的 就没求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他认为呢 至于欧洲呢 他说他这么发展下去 估计也拖表太久时间 就最后呢 欧洲和人民币呢 估计就是欧元和人民币 也是完全剔除美元 就完了 就作为一种货币互换 那这个来讲呢 就是说这个就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当然呢 他这里来讲 他有一点就是说呢 他认为人民币应该现在升值 不要贬值了 升值 让他有价值 这样呢 对我们去买外国人的东西的话呢 有好处 这个 就是说 你要最后导致 就是说你贸易呢 因为你要明白你贸易的这个顺差 你是挣钱 对不对 但是你的货物就是逆差了 对不对 所以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呢 贸易可能是倒过来了 但是你他的货物就提供给你了嘛 对不对 你老百姓也可以享受享受 对不对 所以他认为呢 当然有一些人坚持呢 要人民币汇率的贬值 因为什么呢 因为人民币贬值的话有利于出口啊 他说这个其实不对啊 其实这个人民币贬值啊 不见得真的有利于出口 真正有利于出口的 不是人民币贬值 是人民币的汇率稳定 这个才有利于出口 知道吗 不要让人家就变变确就好 就好 所以他认为呢 就是说要不行的话呢 就要有序的 有序的稍微升正值 那么他说中国呢 还要将呢沉没资产的动起来 一些城市呢 在购买房地产 启动的那种沉没资产 因为房地产刚才都沉没在里边了 出不来 那这个呢他非常看好 他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呢 仅仅是这样呢 还是不够的 在困难时期呢 跨周期要想办法 动用国家资本 依托呢国有企业 进行跨周期的呢 这种投资行动 把资本呢再动起来 还有再更狠 现在其实都是这样 大家都在说 就心情不听 其实你看从赵燕青啊 其实大家都是这个观点 就是说呢 你要拿钱出来了 没办法 现在国家资本拿钱出来 要救世 但老习呢就死活也不救 今天把我那消息嘛 这个上海的这个什么 这个地铁站里 还发生了这个随机统人事件 哎 这老习啊真的是 这反应慢啊 好接着说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三流逆变就讲完了 后面讲讲的就是大宗暴动 什么叫大宗暴动 就是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的这种暴动呢 就是说特别白银 出现了异动 长得非常的疯狂啊 那看起来应该不是需求拉动的 因为呢 实体经济关联性不是很强 并不是实体经济需要这么多白银 那有人在囤积这东西 而且呢非常明显啊 在这个期间还有人大规模囤积了铜 美元现在有一部分的不知道在哪里 到底哪里不知道 搞不清楚 按理说这个美元应该还有一部分 现在不知道 不知道在谁手里 也不知道到底是谁 在市场上在囤积这些大宗商品啊 银呢 铜啊 他说瑞达利奥呢 和戴蒙啊都警告啊 他们都认为呢 戴蒙好像是这个高盛的这个 那个老板啊 CEO啊 他们都认为呢 恶性通胀了就要来了 所以呢 有人在巨量的囤积呢 这种战略物资 囤积了之后呢 等于这个通胖上一来 如果这东西更值钱了嘛 然后这么个意思啊 但是呢 现在来讲 当然有人说是不是中国啊 现在看起来应该不是中国 不是中国在囤积这些东西 因为如果中国做这种这么大规模战略储备的话呢 中国的外汇情况就会有明显的变动 就能看得出来 但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中国现在来讲呢 变动的很少 尤其呢在中美的现在反反复复的沟通谈判之中啊 中国呢不方便做很多东西 所以我之前也讲过 他们说什么中国这个大量的在卖这个美债 现在看来不是 就因为美联储这个升息 所以导致美债贬值 所以更多呢 实际上是美债贬值导致的就看起来量变少了 实际上中国呢并没有卖啊 因为呢 为什么在跟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 如果做这些事情的话呢 就是不利于这个谈判啊 这个 这个美国的那个谁不也说吗 说现在中美之间的达成了某一种协议 达成了某一种这个平衡 到底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是谈的呢 还不错 就是中美关系部分的在这个 恢复啊 那不管怎么总之呢 现在认为呢 肯定有人大量囤积这种占点物资了 这是肯定的 这没问题啊 所以市场呢 才会呢缺现货 因为产量呢 并没有大幅度的这种收缩 产量没有大幅度收缩 需求方面也没有大幅度的这个上涨 但是呢 大量的东西没有了 那说明说明呢 肯定有人大量去囤积了啊 当然好多人说说 如果这种大中中的暴动的话 那么最终呢 可能会意味着通货膨胀的会失控 对不对 那起不处就给拜登的选举添麻烦 昨天我也说了这一点 对不对 你这样不给拜登选举添麻烦了 而且美联储呢 还要加息 会构成加息的美国银行体系的危机 就是中小银行呢 可能进一步暴雷 如果出问题 这么搞下去的话啊 但是呢 他认为呢 美国的金融体系呢足够发达 反应的足够迅速 可以通过财政部和美联储联储的快速 来就把这些中小银行的破产事呢 就全部呢 悄无声息的 很快的就处理完 然后本质上来讲呢 也不见得吃亏 为什么呢 因为本质上 你要仔细看的话 它实际上相当想国有化的又运动了 本来小银行国有化了 等于就美联储拿钱 美联储财政部拿钱出来之后呢 把它变成国有银行了 就抄过来了 把这资产就抄走了啊 那你现在当然经济不好吧 那你看着这什么 过两年经济好了 这银行可能还更值钱了 因为发现美联储财政部最后还挣了一笔呢 对吧 他说如果是大宗暴动的话呢 中国现在占不到一点便宜 因为中国没有进行任何的战略资养的储备 所以中国现在呢 最应该做的应该呢 就是战略储备了 应该努力呢 对外呢出口呢 去这个通胀 而不是出口通缩 中国现在出口的就是通缩啊 就说你把人民币呢 这个升值 升值之后 你在出口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通胀了 因为他他他他都贵了嘛 对不对 那么必须呢 取消所有不合理的出口退税 和一切呢 不合理的出口补贴 全部都不要了 说不能再这个出口通缩了 好多人说说不补贴不脆税 那不就没法出口了 对不对 他说其实不是的啊 他说其实中国的出口 相当大的部分 都是外国的都是钢区 知道吗 根本没法替代 比如说这回法国的奥运会 从义乌进口的那么大规模 那么大的量的 对不对 有第二个替代者吗 没有 没有替代者我们补贴什么 我们难道补贴法国政府 补贴瓦克龙吗 对不对 之前讲这个英国那个冒灰不也是吗 就是说如果不从中国买的话 在别人买也翻五倍的价格 我们补贴什么 不用补贴 我们不补贴的话 可能涨个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 那最后可能就是五倍变四倍了 他有用吗 他还得给我们买 对不对 所以完全没必要补贴 而且人民币呢 如果有序的去升值 当然就是说不能太快了 慢慢的 有序一点点要再升值的话 那一个货币 如可以被认定有升值趋势的话 你认为资料往哪走 那反而到过来了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升值嘛 你在贬值 那你买我的东西跟着升值 你不就挣钱了吗 所以资本反而会过来 还有人民币如果有序升值的话 你认为中国的生产生增加还是减少了 实际上反而增加了 为什么人民币你升值的时候 你买的东西多了 然后你老百姓买的东西就多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么你生产反而到增加了 你认为中国的出口的增加还是减少了呢 还是增加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民币在一点点再升值嘛 他认为我现在不买 将来再往可能就会更贵了 而且你的很多货品还没有平替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但你举个例子 比如你现在阿根廷 阿根廷货币现在跌成这样的 出口好了吗 其实也没好 对不对 按理说你阿根廷货币一直跌 出口应该好吧 结果也没好对不对 所以而且这还是个道德问题 因为人民币有序升值的话 将增加劳动者的福利 对于劳动去挣钱的人 其实是有好处的 但是对于人民币如果贬值的话 那就会增加什么 那么负债者有利 就升值对劳动者有好处 如果贬值的话 因为我负债 因为你贬值了不值钱了 那我的债务也没有那么多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所以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是个道德问题 而且本质上是个政治问题 你要为老百姓服务 为劳动者服务 对不对 这可以增加劳动者的福利 当然了 他说增加劳动者的福利 当然最好的方法也不光是人民币 是升值人民币 就是有序的升一点 也不是说多升多多 那增加劳动者的福利 最好的方法是全体国民无差别的社会保障 就所有人都会给一个社会保障 其实有点像我们讲赤字迷死里 就是说就业保障 跟那个意思是一样 他说你看最低工资 如果你失业的话 最低工资就没有了 跟那个事实说不一样吗 最低工资没有用 如果你像现在出问题 可能三千万五千万 这么大量的失业 那么你最低工资说给谁听呢 没有用 三千万五千万人都失业了 你说最近工资有什么用 你就得给失业人保障 所以只有最低保障才是真真切切的 劳动力定价又不能太高 对不对 如果劳动力定价太高的话 会丧失竞争力 对不对 但是如果社会保障做的足够的话 老百姓即使工资没有怎么上涨 但依旧会有很好的获得感 会有幸福感 所以说的其实这个还有点道理的 这几个来讲 我觉得人民币有序升值 就目前来讲是有这个必要的 而且人民币一旦升值之后 对人民币有很多的好处 其实 但是孩子的话不能升太多 有序两个字也是很重要 然后就是说 老百姓给老百姓的提高福利 这些都是必须的 不过怎么办 通过他这个我们也研究一下 最近这个走势 这个走势来讲 基本上我用他说的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也是拜登的问题 就是怎么会把美元搞成现在这样子 搞到什么中中中中亚俄罗斯 承诺不用 现在宁愿用人民币都不用美元 你说你这是怎么搞的 好吧 那这期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